北京时间2月23日凌晨4点 欧冠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 莱比锡在主场迎战曼城 莱比锡一直是一支很有竞争力的球队 在联赛中 莱比锡目前排名第五 看起来排名不是非常靠前 但事实上与榜首的球队也就只有四分的差距 是夺冠热门球队之一 在欧冠小组赛 莱比锡表现很出色 只比黄马少拿一个积分 而在欧冠淘汰赛 莱比锡遭遇了瓜迪奥拉执教的曼城 这对于莱比锡来说是巨大的挑战 结果 这次莱比锡顽强地逼平了曼城 本场比赛马尔科比罗泽排出了4222阵型 首发阵容总身价达到2.47亿欧元 与曼城球员的身价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维尔纳、安德烈比锡尔瓦和福斯贝里三大前锋连枚出击 恩坤库和博尔森坐在替补席上待命 恩坤库商誉不久 主教练也不敢过度使用他 莱默尔、施拉格尔和索博斯洛伊搭档中场 莱比锡虽然是主场作战 但是却踢得极其保守 被曼城的传球不断调动 当然 收缩防线也是为了压缩曼城的进攻空间 在一段时间内起到了作用 只是一次失误就让莱比锡的防线瓦解了 马赫雷斯抓住机会 动开了布拉斯围棋把守的大门 丢球后的莱比锡并没有太大的改善 反击质量非常低 直到上半场临近结束才有了一次射门 但射门质量也是不怎样 半场结束 莱比锡一球落后 下半场莱比锡仿佛变了一支队 踢得侵略性十足 射门机会也不断出现 亨里希斯和安德烈比锡尔瓦都获得绝佳单刀机会 但他们两人都没有把握住 不过关键时刻格瓦迪奥尔站了出来 投球顶近 拯救了莱比锡 最终的比分定格为1比1 莱比锡占平曼城 这让下回合的比赛充满变数 本场比赛曼城控球率62% 12次射门三次射政 进了一球 而莱比锡七次射门四次射政 也是进了一球 马赫雷斯是全场表现最出色的球员 他三次射门进了一球 送出五次关键成球 还有两次成功过人 他得到全场最高的8.3分 身价高达1.7亿欧元的哈兰德机会太少 孤立无援 一次射门临摄政只得到6.5分 这场平局暴露了瓜迪奥拉的大弱点 过于次负固执 即便形势不佳也不换人 瓜迪奥拉这样的安排 让球迷非常愤怒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